Hello大家好,我是小程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二级管的整流电路 在很多电路中都需要二级管 把交流电压整流成直流电压 那么它是利用了二级管的单向导电性能 那么常用的整流电路就有三种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三种整流电路 一种是半波整流 第二种是全波整流 第三种是桥式整流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三个整流电路的一个区别 这个半波整流 从二级管的个数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个半波整流只有一个二级管 全波整流的话是两个二级管 那么桥式整流的话 它是用的桥堆 这个桥堆相当于是四个二级管 这是有四个二级管的 那么从二级管的个数来说的话 都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一个二级管 一个是两个二级管 一个是四个二级管 那么我们再从这个变压器的这个刺激扰主 输出扰主来看的话 这个半波整流 它这个是两个凑图的扰主 这个全波整流呢 它必须是三个凑图的扰主 那么这个桥式整流呢 也是两个凑图的扰主 那么我们从这个变压器的这个扰主上来分的话 也分为两种啊 半波整流和桥式整流 可以使用两个凑图的扰主 那么这个全波整流就要三个凑图的 变压器扰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种整流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这个半波整流呢 大家知道这个交流电脑它有两个周期啊 那么这个半波整流呢 就只利用了这个一个周期中的半个周期 也就是说当这个交流电脑从这里流过的时候 到上阵啊 上阵下副的时候 这个二级管是工作的 那么当下半周期来啊 副半周期 当下阵上副的时候 这个二级管是截止的 那么所以说这个二级管啊 整流出来的这个电压啊 只有这个输出啊 这个交流电脑一半啊 通常我们220伏整流出来的话 用一个二级管整流出来的话 只有110伏啊 当然是不加这个滤波电容的时候啊 不加滤波电容的话 整流出来就是110伏啊 那么这个全桥啊 这个全波整流的话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当上阵啊 下副的时候 那么它这里可以 这个二级管可以输出 那当下阵上副的时候 这个二级管可以整流 那么就是说 把这个交流电脑的上半周期 和下半周期啊 给都利用上了啊 那么这个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半波整流 那么它这个波形啊 那么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因为它这个副半周就没有了嘛 这个副半周就是没有了嘛 那么这个全波整流呢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它把这个相当于是把这个副半周啊 给翻上来了啊 就是类似于这种啊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波形的话 就有一个疑问啊 当我们这个交流电是50赫兹的 这个交流电啊 那么经过这个 这个半波整流的话 那么出来的话 它还是啊 一个50赫兹 那么其实我们经过这个半波整流啊 这个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出来的话 其实这个我们用似播器来测的话 这里就是成了100赫兹的一个脉动直流啊 到时候我给大家 用这个似播器给大家测一下 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桥式整流呢 这个整流出来的波形啊 不加绿波电容的话 它也是这种波形 那么我们来 分析分析一下 这三种整流电动 有什么优劣势呢 这种电动呢 可以用这个功率调节啊 像我们这个电吹风 有着取暖器啊 这个两个档呢 就是利用这个二G管的这个 这个半波整流的这个特性啊 降压的特性来进行一个档位调节 那么这个全波整流呢 现在主要用在这个功放机上面啊 其他的一些电动的话 是很少用的啊 主要是用在这个 嗯 工放机的供电 因为它需要正负电压啊 因为这里就可以提供这个正负电压的供电 而这个嗯 全波整流呢 它所需要的这个变压器的饶主呢 这必须是三个饶主啊 但是它的二G管呢 又比这个嗯 半波整流的多一个 所以说这个 就要 要求这个变压器不一样 那么这个桥式整流有什么好处呢 桥式整流首先 它这个变压器的饶主少 但是它多了两个二G管 而且它这个二G管呢 呃 它的反向耐压 会比这种啊 比这种啊 比这种全波整流的反向耐压会低一倍 就是说啊 假如说这里需要采用一个啊 这个电动厂采用一个反向电压是1000V的 这个二G管的话 那么在这个电动厂呢 我们用上500V就已经够了啊 因为这是四个二G管 它有两个二G管是一个串联 所以说它的这个二G管的反向耐压就会提高 那么这是这三种电动的一个整流方式 呃 那么整流出来的都是这个脉动直流 那么我们进行这个电容滤波之后 才会成为这个平滑的直流电啊 那么这个整流电呢 都是利用了这个二G管的单向导电性能啊 这个交流电嘛 就是呃 可以来回的流动啊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这个直流电呢 就是朝一个方向流动 所以说利用这个二G管 具有一个单向导电性啊 就和这个单向阀一样 它就会使这个电流只朝一个方向流动 啊 所以说就变成了这个直流电 所以说这个二G管的具有直 这个整流的这个特性啊 啊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整流电路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呢 给大家用这个实际电路呢 用四波器来看一下这些 呃 整流前整流后啊 滤波前滤波后的这一些呃 电压波形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